大家好,歡迎來到喵戴莉的塔羅戰務頻道 我是喵戴莉,感謝大家的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跟支持、鼓勵、打氣,謝謝大家 謝謝 那今天的占卜主題是 未來14天,你有哪方面的好運氣呢? 一起來看看喔,工作、財運、愛情、學業、健康 我們都來看看有什麼好運以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就是未來一到三個月 我跟心裡想的他關係會如何進展 這是第二個主題 那關係不限,不限男女生有時間限制 未來一到三個月喔 還有就是今天會把4月小個占抽獎 抽一抽,占一占 謝謝大家的投稿留言,謝謝 那今天的選項 一二三 今天的選項是 第一個 柴神貓 這是第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 微笑貓 這是第二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是 祈願貓 這是第三個選項 一二三 那可以開始平直覺做選擇了 如果說選不出來的大家可以按下面的盤卡做選擇囉 好 五月的小個占抽獎 參加連結會貼在時間軸那邊 想要參加的大家記得 在五月二十號之前 參加投稿徵集 選到第一組 大家問來14天 看起來你的各方面運勢的一個結論喔 我們先說結論 全葬式者代表說各方面都有一個新開始喔 都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你正在朝你的夢想前進中 然後你已經設定目標了 你真的開始執行了 真的 邁出第一步 或者 正在進展中 所以 恭喜選項第一組的大家 你的各方面都有一個新開始喔 好 那我們先來看你的工作運 未來14天 看起來喔 在這14天之前其實 對於第一組的大家來說 你已經 受夠了 受夠了 受夠什麼呢 拳杖舞 吊人牌 嗯 對你來講 其實 可能有一些商業上的 競爭 上場如戰場 可能是競爭 可能是比賽 可能是爭選 可能是 職場上遇到的人事物 你感受到了社會嫌惡 或者你感受到了一種紛爭 然後對於這樣子的狀況 你自己有點想要停下腳步 或者 你會覺得你自己也變得要 花很大的力氣去應付這些事情 對你來講 並不是那麼開心喔 可能是同事 可能是主管 可能是同行 可能是 客人 客戶 等等 對你來講 各方面 你都覺得 喘不過氣 你很想要休息一陣子 你會覺得這樣的狀況好像 也就只能任由他 發展 你不能做些什麼 或者你有思考 你覺得你要一直 就是應付這些 紛爭麻煩 或者 競爭嗎 那看起來 對第一組大家來說 其實你已經覺得你很累了 有夠累的 力量逆位 你也怕了 累或者說怕 或者就是覺得你 你會覺得說 值得嗎 要一直這樣子 維持著一種 戰鬥狀態 備戰狀態 其實對你來講很累 或者是一種 工作上的溝通 你會覺得溝通的很 痛苦 很困難 那你本身是一個內心 充滿愛的人喔 聖杯皇后 你是一個有創造力 有想像力 或者你會很 為別人著想 可是呢 這樣的狀況 你會覺得社會 嫌惡 或者 你真的很累 有可能指的是工作量 有可能指的是 一些人事 會讓你覺得很煩很累 壓力很大 所以看起來你的工作 可能從 一開始的興趣啊 熱情 慢慢變成一種壓力 或者 不快樂的來源 好 那對於這樣的狀況 看起來選到第一組 告訴大家 未來14天 你很有可能會 考慮 離職喔 這第一個解釋 因為你內心覺得很孤獨 好 見三 贏者 聖杯是逆味 第一個解釋說 你沒有時間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離職 第二種解釋是你不想要再一直 耳魚我炸 或者 處於一個很累的備戰狀態 可能是考試過程 也有可能 就是這個 就你覺得很多事情 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帶來很多痛苦的感受 失望 難過 沮喪 心很累 後來14天 你會想清楚 你到底 要怎麼做 看起來你會有一個務實的 行動跟開始 什麼樣子的行動呢 就實質的行動 可能是換工作 可能是 很有可能是換工作 很有可能是換工作 或創業 餘育者 或者你會 開始計劃 換工作跟創業 你會著手進行 你會著手進行 你會開始找新的工作 或者 真的開始 思考創業這件事情 而且是有些行動 可能已經開始 做一些準備 對 月亮逆味 月亮逆味 不再只是一個虛幻的想像 或者 一個想法而已 好 女技師 然後看起來你是跟隨你的直覺 以及內心的真實想法 去這麼做 或者你會開始上課 去學一些特別的技能等等 總之你會定下目標 你要去做什麼 然後你開始做 這是未來14天 不管是考證照 換新的工作 先休息一陣子 或者 想要再去進修等等 都有可能 好 那我們來看 第一組的大家 你的財運如何呢 這個是工作運 財運 第一組的大家 保健二逆味 保健六逆味 如果說之前在經歷什麼樣的困境的話 你甚至會覺得說 好像永遠沒辦法跨越喔 可能是貸款 可能是 你有投資一些東西 還是什麼 那在未來14天 如果說你正在找新工作的話 看起來是會找到新的工作 錢幣9 聖杯2 或者是你會得到朋友介紹啊 朋友的推薦 而 有新的工作機會 好 那這個新的工作機會 對你來講 是一個 夢想成真的開始喔 可能是朋友介紹生意給你 也有可能是 朋友 借你錢 不一定 那比較像是 你會接到一個 令人開心的通知 然後你的問題都解決了 目標達成 夢想達成 所以恭喜選到第一組的大家囉 看起來工作運跟財運都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後面的 牌 第一組的大家 那學業方面呢 第一組的學生喔 或者說你有考試啊 面試的話 我們來看看喔 嗯 看起來 來 學業方面 第一組的大家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耶 就是可以輕鬆應付喔 輕鬆 然後有好的 好的 運勢 所以對你來講 其實 要學 或者說讀懂一些東西 對你來講 是輕鬆的 然後你也在穩定的進步中 長年累月的積累 知識 要領 所以對你來講 沒有什麼 太困難的 只是唯一你會覺得有點無聊 有點無聊 好 心情平靜 沒有什麼障礙 沒有什麼障礙 沒有什麼問題 那唯一的問題是 第一組的大家 你們 是準備要重考嗎 還是說 呃再念一年 重修啊 或者 打算要再考一次 或者 重新挑戰某些事情 如果說沒有的話 就不是這個 這個含義喔 這是第一個含義 第二個含義是說 嗯 你其實有調整心態了 然後你有在 努力的學習 或者 自省 自我反省 前必其事 逆位 可是呢你就感覺不到乾淨喔 有點被動學習 有什麼建議呢 請你主動學習喔 或者就是拿出更有精神的一面 看起來你好像沒有什麼動力 或者 或者 有點倦怠 好 唯一就是看起來有點倦怠 或者你會覺得你很想要戀愛 呃 交交朋友啊 跟朋友出去玩 跟朋友聊天 可是就每天 悶在書桌前面 念書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喔 聖杯石 逆味 有點孤獨 前必六 是說你可以主動的去跟他人分享一些 讀書的心得或者互相分享 有什麼技巧啊還是什麼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你可以多做一些付出喔 譬如說 做善事啊 做義工啊 或者 餵 流浪貓咪 或流浪狗 都可以喔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獲得一些正能量 看起來你會覺得自己 內心對 你正在念的這些東西 有一種苦行生的感覺喔 是感覺不到愛耶 沒有很愛就對了 就是為了念書而念書 就是為了更好的未來而去念 就是沒有興趣或者沒有喜歡不喜歡 是說你可以找一些興趣愛好 一邊做有興趣的事情 一邊分一些時間來做一些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一邊念書 這樣子會讓你心情更好 或者心情更愉悅 又有挑戰性喔 或者設定一些小小目標 如果說你正在準備考試的話 用自己感興趣的方式去念書 或者說準備考試面試 是OK的 就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動力跟熱情 那先去做一些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面對這些事情 你會比較有動力 大概是這樣 好那本身 那本身考試面試或者念書上面沒有什麼問題喔 只是你需要一些精神上的 充實感 不然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日復一日 只年復一年在做同樣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選到第一組的學生 或者說有考試面試的大家 一切順利囉 這個是未來14天喔 好 我來看後面的牌 第一組大家 健康方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好 看起來喔 之前第一組大家可能因為工作原因 或者說因為職業傷害喔 譬如說工作太累 整天坐在電腦前面 頭昏眼花 還是說就是肩緊緊繃等等 需要貼撒紅帕斯等等 總之就是因為工作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疲憊 壓力大免疫力下降等等 就是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那最近看起來是有恢復喔 因為你對工作太多熱情了 就是你很想要趕快 振作起來 做更多的工作 所以最近其實 第一組大家健康方面是充滿活力的 那未來14天 唯一就是要 找一個情緒的出口喔 壓力的出口 看起來情緒緊繃 或者心情上面很難 放輕鬆享受當下 好那可能你有在考慮說要不要找一個運動來 紓壓或者找一個方式來紓壓喔 你有在思考這件事出去走一走 只要有勞逸結合 看起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礙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未來14天就是要注意 多休息 然後放輕鬆你的心情 看起來是太緊繃了 有些負面能量喔 可能是因為累所以心情不好 也有可能是因為心情不好所以累 兩者都有可能 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享受一下大自然 偶爾出去走一走 安全的話 偶爾出去走一走 或者在家裡運動 伸展一下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後面的訊息 抵住大家 抵住大家 未來14天 你的愛情是怎樣呢 好看起來喔 如果說你是單身的話 感覺上就是穩定的單身 你也沒有打算要 跟誰交朋友 或者說也沒有遇到新朋友 那如果說 你 你 因為看起來你的重心 現在是在工作上 工作 金錢方面 所以 這是你比較擔心或在意的事情喔 然後你對自己有很高的期望 所以 看起來感情不在你的 就是 不在你的考慮範圍內 好 這是單身的朋友 所以 看起來 你會覺得說 如果說遇到的都是跟你不一樣的人 那還是算了吧 你要找一個跟你有共同的話題 跟你 能夠互補或者 兩個人個性很像的人 在一起不用太累的人 那還說說 所以 對地主的人來說 要嘛就是忙不過來 沒有打算要談戀愛 要嘛就是 嗯 只有條件是還蠻高的 那其他追你的人 看起來你是看不上的喔 好 後來14天 你沒有打算要戀愛 或你沒有打算要 你沒有打算要 接受別人的追求 那 呃 如果說 你是已經有一個 特定對象在心裡的話 看起來你跟這個人的 關係 找不到共同點欸 找不到共同的 方向或者 話題 所以兩個人有點各忙各的 然後兩個人都很忙喔 一個人會覺得自己 就是忙到沒有自由 那另外一個人 可能因為金錢方面的原因 不是很想要 跟你太靠近 或者說沒有在考慮戀愛這件事 也是差不多的含義 所以看起來第一組的大家 你們 過來14天感情不是重點喔 好 如果說正在停滯的大家 就是停滯斷連 然後你有在想念前任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交集 對比較忙 好 我們來看下面的 問題 心裡想一個對象 未來一到三個月 跟他之間的 關係 發展 選到第一組的大家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從過去到現在 這段關係的 大概狀況為何 你可以對應看看有沒有符合 如果說完全沒有符合的話 請參考看看第二組或第三組的解拍 看起來 過去 兩個人之間有經歷一些 類似 停滯 斷連 分手 或者就是結束 放生 選到第一組的大家 可能是互相放生 可能是你放生 如果對方是男生的話 看起來比較像是女生 放生男生喔 如果說關係中沒有女生的話 看起來是指 選到第一組的人 放生了對方喔 不管怎麼樣 感覺上就是經歷了一個停滯 然後 結束 所以兩個人有可能是彼此的前任 也有可能喔 前任 斷連 或者曖昧結束的狀況 那不管是哪一種 到了現在這個關係 接下來的一個走向是 兩個人慢慢會意識到 兩個人的差別喔 譬如說 第一組的人 你們會意識到說 對方能夠給出的可能就這麼多 或者他在關係中就是一個不願意付出的人 或者就是你會覺得自己要的 跟他能夠給你的有差有差別 所以對第一組的人來說 比如說你會慢慢意識到兩個人的不同 可能是價值觀 可能是身份 地位 看事情的想法 角度等等 或者就在愛中 在愛情裡面能夠 付出的東西 兩個人都有差別喔 愛人的方式 付出的方式都不一樣 慢慢會越來越清楚 看到這些 接下來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關係中的工作狂 看起來一定是有一個工作狂 兩個人都是工作狂 或者關係中的男生 如果說沒有男生的話 偏向指的是被斷連的一方 因為有看到他的牌裡面有騎士牌 他很想要在這個關係中 給出一些實質的東西 或者讓這個關係前進 他有看到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 或者應該要付出 或應該要主動 但是他的狀況好像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喔 他真的雙手已經有太多事情正在同時進行中了 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工作 或者他是創業的人還是什麼 總之他的工作壓力非常大 然後他很想要讓這個關係有所前進 但是不見得在未來一到三個月會有什麼動作 好 那選到第一 大家你們對這個關係的想法是什麼 看一下 或對這個對象的想法 嗯 你會覺得對方就只愛錢 虛榮的人 或只愛錢 只在乎自己的 身份啊地位啊 成就感啊等等 或者就是不願意腳踏實地在這個關係中 付出 那第二個解釋是 你覺得他沒有能力付出喔 就他賺的太少了 也不好意思讓他付出太多 不是啊 就你會覺得他可能 可能 嗯 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債務問題 或者 他的工作真的很忙 或者就是 他真的不太穩定 好 對於這樣的狀況 你的一個感受是 他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放棄了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 你會覺得他懷財不遇喔 那第三個解釋 你覺得他就不是一個 呃 就是一個夢想家 然後 很多不切實際的想法等等 這是另外一種 或者就是你會覺得 嗯 疫情 讓他 是這個處境 特別辛苦 好 那對方對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他覺得你也是一個工作狂 錢幣皇后 非常辛苦 然後你現在應該就是在休息吧 沒有聯絡的時候就在休息 多多少少會覺得你 嗯 有一點 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你就走人了 有一點這樣的想法 他覺得你要求也很多 或對他有太多的期待 然後你是一個行動派 動作太快了 或者 這也是你的魅力之一 你是一個主動型的 女生或者 男生 又想到就去做的人 又想到就去做的人 然後他覺得他是一個比較 內斂的人 兩個人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他對你的想法 他覺得兩個人可以休息一下也好 然後你應該就是 工作太累了 所以你不想理他 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對他 牽怒 大概是這樣子 牽怒於他 然後在他眼中 你是一個事業型的女生 能力很好 很聰明 有實力 開朗 有一種人格魅力 但是同樣對別人的要求也很高 大概是這樣 來看後面的牌 是說 對地主的人 心裡所想的這個對象 來說 負責關係中的男生來說 他會覺得這個關係 是他 在狀況最不好的時候 唯一的 希望 就是有讓他覺得 人生還是充滿快樂的 然後這個希望已經 結束了 隨著你們的友情還是 曖昧 看起來是友情或曖昧或 交往 男女朋友 的關係的結束 而結束了 然後他對於沒有聯絡這件事情 其實蠻不開心的 就是有一點 擔心 焦慮 有一種失去感 有一種失去感 那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看起來他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中 不一定會聯絡你 不一定 看起來機率不大 特別是工作很忙的樣子 好那長遠的未來 感覺上還是有可能會聯絡你的 兩個人還是會在社群媒體上遇到 譬如說對方會按讚啊留言啊 還是問問你最近怎麼樣 可能是問問你工作怎麼樣 或者在你的貼文下面留言 也有可能就是 也有可能就是 以療公式的 方式來聯絡你 好像就跟你 跟你們之間關係沒有什麼 關聯的話題來聯絡你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對方有一點 愛面子或者 不擅長溝通 不擅長溝通喔 其實還是有希望的喔 就是還是有希望走到最後 錢必食 有可能會結婚或者說 長遠的方向發展 穩定交往 因為兩個人都很想念彼此喔 聖杯六 有一種 好像是一起長大的感覺 或者兩個人之間曾經交往過 有非常多美好的回憶 像家人一樣 不管是哪一種 其實兩個人都 非常喜歡對方 或想念對方 懷念 那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一個 介於 過去跟 太 嚴肅的關係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來互動 譬如說像 同學 兩個人有一個共同話題 共同的興趣 在以朋友的身份來互動 是最好的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 不愉快 然後兩個人的個性其實差蠻多的 如果可以找到一個 共同的 可以說是話題 可以說是 兩個人的個性的共同點 兩個人的個性的共同點 就會簡單很多 如果可以的話 然後選到第一組 大家其實你們覺得這個關係 可能就是孽緣喔 你的想法 然後很想結束 但結束之後又不是那麼開心喔 就覺得人生中沒有愛了 或者很難再去愛 除了這一個人很難再去愛了 但其實看起來 長遠的未來 其實這一個人跟你之間 有可能會 再續前緣或者 有好的發展喔 只是不是現在 好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 如果你們真的無緣的話 地主大家你們會遇到一個更好的 更好的 人生的另外一半 我覺得看起來 嗯 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占卜 不敢說太死喔 我認為兩個人還是樂觀的 但 如果說地主大家你們已經 受夠了 那也OK 你就往前走吧 好 那地主大家看起來 接下來在排喔 你會願望實現喔 Dream come true 然後你現在在一個 非常 好運的階段 你自己可能也感覺到 興奮的感覺 然後有 有那種好事正在 不斷發生的 一個態勢 請你好好把握 最近的這一波好運 然後對於這個人 如果你想要跟他 有什麼發展的話 請你不要等著他喔 就兩個人如果在互相 等對方 有更多的行動 或者 認為這關係要有好的發展 是對方的責任 認為對方的錯比較多 兩個人都有點這樣的傾向喔 就是說你可以 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太苛責對方喔 給 如果地主大家裡面有 自己真的對對方要求很多的人 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那如果說沒有就沒有喔 好 然後接下來 不要總想著去 修正對方 太完美主義者 挑剔對方 不要總是想著修理別人 首先要療癒自己 然後 適合自己的最佳 另外一半 大概是這樣 就不要總是想著 把對方修理到好 好 我看後面的牌 然後要注意自己 是不是總是用同樣的方式 在戀愛喔 就是 可能 劇情都差不多 每一段感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一主要大家要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太堅持自己的想法了 試著換一種方式去處理兩人的關係或溝通 不要太急躁 如果說你需要放鬆的話 可以常常聽聽看 subliminals 就是YouTube上你可以搜尋 有一些睡前聽的 可以讓自己的潛意識更正面的音樂 有很多這樣子的音樂 會讓你更紓壓 然後 不會 一件事情 有一點點跟你所想的不一樣 你就覺得對方是渣男渣女 或者對方 很莫名其妙 不夠愛自己 給出的愛不夠多等等 可能自己也要求過多 或 希望對方 總是 100%的電量 其實他就50%的電量 在愛情上面 可能他 50%的電量都拿去工作了 可能是這樣 好 多多體諒他人 多多體諒對方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些訊息 跟你們的狀況不太符合的話 請參考他第二組或第三組的解牌 那如果說你有參加 小個占抽獎的話 你可以再看後面的訊息 喔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喔 對方有什麼話想要對你說 內心深處 unconditional love I want you to be happy 其實對方對你的那種愛是有點無條件的愛 他希望你快樂 不管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喔 I don't like to share myself with others 我其實並不喜歡跟別人分享我自己的事情 I also hold on to thing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do not serve me cause I hate losing 其實我會對很多事情或關係 可能是友情 可能是戀愛 往後退 或者就是沒有再繼續發展下去 不了了之惡 因為我不喜歡失去喔 或踩煞車 It's so easy to relax when I'm with you 但是呢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容易放鬆喔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of the simple joys of life 謝謝你提醒我要去享受簡單的快樂 人生中簡單的快樂樂趣 It is a happiness that comes from the soul Pure and innocent 那是一種來自靈魂純粹又純真的幸福快樂 I look at your picture often 我常常看你的照片喔 第一組大家應該很帥或很美 I'm learning how to self care and rest When I feel overwhelmed It's nice to stop working for a while and just enjoy being 我現在正在學著怎麼愛自己 適時的休息喔 一陣子不工作真好 只要享受人生或者說享受假日喔 好 知對方內心對你的OS 感謝第一組的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要選到第一組的大家如果說你想要嘗試看看念經 許願的方式的話 我們抽一支金籤 我抽到的是文昌帝君英智文 感覺上有考生耶 如果說你有任何願望或考試 然後你想要許願的話 你可以抄寫文昌帝君英智文或者讀誦英智文 然後在念完超完之後進行大的回向 你可以直接念就是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或者你可以心裡默念特別想要回向的對象 那在經過這樣子大的回向之後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也可以回向給地獄啊 然後你的曆祖先冤親債主 回向法界所有眾生等等 回向烏惡戰爭中的傷亡者 好 經過這種大的回向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許願祈求 什麼什麼考試金榜提名 或者什麼什麼面試通過 工作 愛情 學業順利等等 那就祝福第一組的大家 希望你一切順心 健康平安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跟著英智文一起去 裡面所述的方式去累積英德 你的願望會實現得更快 然後你也會越來越好運 那如果說你覺得自己沒有很好運的話 常常念 你的運氣也會變好 那就祝福大家囉 希望你一切順心 健康平安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選到第二組的大家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未來14天的工作運 好 那你可以參考看看有沒有符合 如果說完全都沒有符合的話 請看一下第一組或第三組的節拍 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占博 看起來第二組的大家 薄劍 皇后 逆位喔 好 你其實對於現在的工作有蠻多不滿的耶 或者說在今天之前你已經很多不滿了喔 然後你有在考慮說 自己的回報 自己付出的努力真的會獲得你滿意的回報嗎 你有一點點覺得想放棄了 或者在思考跟衡量 好 就這個工作 付出的努力跟得到的收穫 你會衡量說自己到底開不開心 那你會覺得現在這個工作 其實做起來蠻吃力的 或者說蠻辛苦的 錢幣八逆位喔 就好像帶著八隻小貓咪喔 帶著八個小孩 事情很多 做不完 付出的努力真的非常多喔 好 然後也許有讓你喜歡的部分 就是喜歡這個工作 可是也有就是你會覺得 很想要再追隨自己其他的熱情 譬如說你其實還有其他的 喜歡的行業或者想要去嘗試看看的夢想 所以對你來講 在未來14天之後 你可能會考慮要不要離職喔 順便把寶劍國王逆位喔 好 看起來是一種 驕傲 或者 熟可忍 熟不可忍 的一種心情之下 想要離職 所以看起來你在現在的工作上 真的可能有受一點氣 或者 很多氣 很多 不開心 那這個選擇是明智的嗎 看起來 未來14天左右 請你不要離職喔 會比較好 就再想一想喔 因為暴風雨馬上要來了 所以看起來現在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還算平靜啊 還算風平浪靜 然後可以好好的 花一點時間充電或停下腳步 讓自己不要那麼累 找一些紓壓的方式 譬如說出去跑步啊 或者散步啊 或者說在家裡做一些伸展 運動等等來紓壓 或者是念經 禱告 還是什麼樣子的方式 來讓自己心情獲得平靜喔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在一種困境之中喔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你只是需要一點時間 休息 看看書 給自己一點時間沉澱心情 什麼都不要想放空而已 如果說你真的離開現在這個工作 看起來你不會比較快樂 不會 甚被陰影味 你反而會滿沮喪的 為什麼 嗯 我們看後面的牌 為什麼呢 是說 其實仔細想一想 現在的這個工作 算是一個不錯的工作 你是可以獲得 金錢上的保障的 就是 至少收入不錯 或很穩定 如果說沒有很穩定的話 嗯 嗯 我看看喔 看起來是還蠻穩定的 如果說有不穩定的大家 可能不是這一組的解排喔 好 是說如果你是創業的人 有可能指的是你 你 做的不夠多 就說你是自己接Case的 可能你要再更拼命一點 那你會覺得說自己已經很累了 其實你只需要 稍微休息跟放假喔 好 然後你的收入其實 比其他人來說算是還蠻穩定的喔 然後你也獲得了很多的 好的信用 口碑 或者說很多人其實是很欣賞你的 你有很多的 顧客 或者說忠實顧客 粉絲等等 好 我看看喔 然後你有再回顧說 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事情來離開舒適圈 追隨喜歡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夢想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其實並不急著在未來14天就做出改變 在你做好一個完整計畫之前 或者在你真的充飽電了 休息夠了之後 你再來做決定 否則的話 你會陷入一個困境喔 陷入一個什麼樣子的困境呢 第一種解釋是說 可能 心得計畫跟方向是短暫的 就是它是一個暫時的 然後可能另外一個解釋 第二種大家你們其實沒有很想要 換工作 你只是一時有一點不爽或者很累 而已 你只是需要休息而已 並不是真的 應該離開喔 就看起來這份工作是不錯的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 訊息 所以未來14天 第二種大家不要換工作 你只需要稍微看看書 休息一下 寫寫日記等等 好 未來14天 第二種大家財運如何呢 看起來 可能會有些 沒有 叫什麼 就是計畫之外 意料之外的 開銷喔 然後這個開銷還不小 比如說突然想說換個手機 之類的 或者突然有一個很想要買的東西 要小心喔 小破財 那其實平常你算是一個還蠻 不會隨便亂花錢的人 只看不買的人 可是最近會突然間 或前一陣子喔 就最近 前幾天 上個禮拜這樣子 你可能有花 有花一筆 錢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小心接下來 突然間一個衝動想要亂花錢喔 就說想要突然間想要吃各種各樣的東西 紓壓 好還有什麼 聖杯三 或者是想要讓別人開心而花錢 請你不要這麼做 三思而後行 全障一逆位 只要一有那個衝動 趕快暫緩 趕快先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轉移注意力再說 先休息一下 先睡一覺再說 理性消費 好不好 好 還有什麼 心心逆位 好然後你會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耶 聖杯四 逆位 譬如說 你想到很長遠的未來 你會覺得自己 到現在為止沒有很成功喔 可能是跟周圍的人比較喔 或者就是別人說了什麼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很嫌惡的 就是用錢再衡量一切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第二組大家你們可能會陷入一個 起人憂天的心情之中 難以自拔 甚至會做噩夢喔 就是 會想太多 然後會覺得自己不夠成功 是不是一輩子就這樣了呢 等等 所以看起來 自己會亂想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心象的原因喔 第二組大家會特別多 覺得錢是不是永遠不夠啊 自己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很成功啊 等等 好 那到底財運如何呢 除了不要亂花不該花的錢之外 是說第二組大家 其實你們有很穩定 固定的收入 或者其實是有存款 存款的喔 就日積月累 有穩定的基礎 所以不用太擔心 然後正在穩定的增長中喔 你的收入或者你的存款 除非你有在亂投資 千萬不要亂投資喔 好 那未來14天你會特別擔心耶 再一種擔心之中 如果說你有投資什麼的話 那就是投資帶來的壓力 如果說你沒有投資的話 你會很擔心長遠的未來 你能不能夠在 二十七八歲退休之類的 你就會想說想要早點退休 然後就覺得很想換工作 很想 換工作或者想要做一個 自己更喜歡的 行業去嘗試一些 沒有嘗試過的事物 可是又沒有什麼信心 害怕收入不穩定 或者放棄現在的工作 真的好嗎 還有什麼 然後其實你 現在的焦慮來源 最大的原因是 現在不能出去玩 其實你很想要出去玩 旅行或者 放假 最大的原因是 現在不能亂走 亂跑 那要怎麼樣可以讓你 這樣子一種心情 放輕鬆呢 看起來你需要一個 心靈之旅喔 就是解開過去的心結 或者你對於 人生怎麼樣才算成功 這件事情 需要有一個新的見解 你可以看看書 可以看看電影 可以寫一寫日記 寫作 閱讀 這些事情都會 讓你有新的見解 跟方向 而不會覺得自己 在一個困境之中 所以看起來 你並沒有在一個困境之中 但你的心覺得很不自由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你是成功的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因為現在不能 自由的爬爬走 大概是這樣子 就不能到處玩 到處想幹嘛就幹嘛 那這個時間是會過去的 最近你可以寫寫日記 翻翻過去的回憶啊 照片啊 或者自己以前寫過的日記等等 你可以寫一寫 做一些閱讀 這些事情都會讓你 更明確自己 到底想幹嘛 所以看起來 你既不想要換工作 也不想要改變 目前的人生狀態 你只是需要做一些 讓自己 內心 放鬆 覺得自由的事情 那就只能創作了 或者 寫寫東西 等等 各種形式的創作 都可以喔 會讓你覺得很開心的 會讓你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 內在的光芒 好 這個是 未來14天的財運喔 看起來財運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你自己會想很多喔 然後小心亂花錢喔 業主的人裡面的學生喔 或者你有面試啊 還是各種各樣的考試的人 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未來14天 好 如果你正在等待一個消息喔 考試結果之類的 然後長年的努力 看起來 是會有所回報的喔 好 是會有所回報的 感覺上你自己也覺得 應該會還蠻不錯的 一個 結果吧 那是不錯嗎 好看起來 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 會延遲喔 會延遲 譬如說面試的通知 還是考試的通知 會延遲收到 大概是這樣子 可能是疫情 可能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而導致就是 不會很快收到 好 好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考試 或還沒有面試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是說 一直以來你真的有點太累了喔 然後你也算是一個還蠻自律的人 如果有自律的話 是指這個意思 如果說沒有自律 但你想要臨時抱佛腳的話 看起來喔 會蠻慌亂的 或者要小心遲到 好就是會有一點難以應付 可能會錯失機會 這個要小心 如果說你同時還在打工 或者你有好幾份工作 然後你要去參加另外一個 考試或面試的話 要小心忙不過來 小心顧此失筆 那如果說沒有這些事情的話 我看一下喔 是說你期待的消息可能會遲來喔 也是這一個含義 然後不要焦躁 請你多一點的耐心 調整好時間 或者說安排好時間 要當一個時間管理大師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要安排好時間阿 然後什麼事情都固定 按部就班去完成準備 就沒有問題了 唯一要注意就是自己沒有熱情 或者心有餘而力不足喔 在準備考試或面試這件事情上 如果說沒有準備的話 看起來結果也不會太好看 那如果說有準備 那如果說有準備 就應該是還不錯 好同樣喔 考試面試的結果可能會延遲收到 那如果說你沒有考試面試 只是單純問學業怎麼樣的話 是說要注意休息 勞逸結合 可能會因為疫情的原因 念書上課這些事情會有些變化 我面試這些事情會有些變化 大致是這樣 要注意休息 好 我們來看後面的訊息 關於 健康 好 第二組大家 健康方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看起來如果說 你在家工作的話 是你因為疫情的原因 沒有出去工作 其實會減少很多擔心 或者 不安的心情 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 是工作太賣力了 然後會導致你的腸胃有點不太舒服 還有就是要乖乖戴口罩 N95口罩 好 看起來是因為工作壓力 或者外出 所以會帶來一些健康上的 小小不舒服 可能是胃腸 可能是吃東西 還有就是空氣 要小心 那除此之外的話 感覺上比較像壓力耶 然後是建議你最好在家裡 工作或上課 最好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你已經在家上課上班的話 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盡量不要外出 還有什麼建議嗎 嗯 嗯 是說只要你精神上面 是 如果說有壓力 精神壓力 或者是情緒喔 一種擔心 恐懼 還是說 耗費太多能量在某些事情上面 工作太賣力了 會讓你身體 會讓你身體虛弱 就是精神影響 身體健康 但看起來 再回來14天 你會慢慢 康復喔 就是充電 會充飽電 然後健康其實是很穩定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只需要好好的 讓自己的心情放鬆 看起來心情影響身體喔 這邊也是工作方面的壓力 或者 你想很多 然後覺得很空虛 孤獨 的這種心情之下 因為累 然後產生一種幻覺 或者 心情上的沮喪 看起來是心情上的沮喪 低落 因為你能量低了嘛 所以心情就不免 什麼事情好像都會有一點 覺得 沒有什麼值得開心的 那看起來只要你睡好吃好 然後稍微運動的話 你的精力 跟活力會回來喔 能量會回來 然後你會魅力四射 做什麼事情都很有 憧憬跟動力 所以看起來是暫時的 你只需要好好休息 該睡覺的時候睡覺 該看書放鬆 聽聽音樂的時候就放鬆 該運動就運動 吃健康的食物 大概是這樣子 盡量不要亂吃喔 看起來胃腸 有點敏感 小心腸胃感冒 好 第二組大家 未來14天愛情 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呢 看起來喔 你可以聽聽看有沒有 符合你心裡所想的 愛情的狀況 如果說越聽越不像 或者你沒有任何對象的話 這一組比較不像是要給你的訊息喔 看起來是心裡有一個人的人喔 這一組的牌 好看起來 未來14天之前喔 今天之前 第二組大家 其實你們 已經對於某些事情想得很透徹了 就是會覺得 心裡所想的這個人 可能跟你 就是天差地別的一個人 然後兩個人 在朝不同的方向努力之類的 或者你會覺得這個關係 其實不太會有好的結果 好 然後你有在想說到底 到底要不要試試看呢 就是 有一種 感覺上不太樂觀 感覺上是一個壞的選擇 但是要不要試試看才知道呢 所以第二組大家 你們其實有在考慮中 或者 有在考慮要不要把對方封鎖喔 為什麼會想要封鎖呢 因為 繼續發展下去 心情沒有很好耶 心裡會覺得很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呢 是覺得 兩個人真的差很多 或者 在溝通上面 其實 很難溝通 或者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喔 或者就是兩個人的衝突不斷 就譬如說 意見不合 對於某件事情 兩個人的想法真的差很多 你覺得很嚴重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方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能是這樣 就是 笑點 哭點 在意的事情 都不一樣 好 好 所以對於第二組的人來說 其實你對於這樣的狀況 大概很明確就覺得 不想聽對方的 兩個人真的有差異 那我不想聽你的 反正我就是不接受就對了 或者對方如果來找你 你也不會相信他是真心的 這另外一個解釋 然後你也不想要面對這個關係 到底該怎麼辦喔 好 就既不想結束 也不想 溝通 也沒有信心了 想先擺著不要管 或者 也想不好到底要不要封鎖對方 那乾脆就不要管就好了 所以 未來14天 第二組的大家 你們心裡會一直猶豫說 要不要再給對方一次機會 或者封鎖他 覺得越想越煩 或越想越頭痛 我們乾脆不要想了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就算你有封鎖對方的念頭 你也不會馬上做 在未來14天 看起來 嗯 其實對於想要第二組的人來說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忙自己的事情 各忙各的 你還蠻開心的 你是一個蠻做自己的人 不會受到感情的影響 你就是你 你不會為了感情去做什麼太大的變化 那對於這個人 你多多少少覺得 他可能是錯的人 好 但是偶爾又會蠻想念他的 然後終於他的消息來了 訊息來了 或者 他突然間 發文還是幹嘛 嗯 我覺得就算他聯絡你喔 你也不會有什麼 什麼變化 因為你覺得他就是 他喔 他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 你就是不喜歡他那個樣子 大概是這樣 就他有一件是 有一個點是 你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你覺得 就算他來聯絡你 你們之間的狀況也不會改改變 你的感受是這樣 你們之間的差異也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像是遠距離 譬如說遠距離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現在 就很難 旅行沒有辦法旅行喔 所以 第二組大家 你們可能會選擇 結束 就是給出一個結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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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這個狀況 接受這個結果啦 兩個人真的 不太適合 或者你會覺得說距離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為了距離這件事情 或為了兩個人之間某個問題 總是要反覆的爭吵溝通 誰要妥協 講來講去 商量來商量去 其實對第二組的人來說真的很累 所以就是很累 然後你是一個愛自己的人 你會覺得說我沒有必要那麼累喔 可能有文化差異 那就是這樣 所以未來14天第二組的大家 你們可能會結束一個 讓你覺得蠻累的 友情或愛情 曖昧 大概是這樣子喔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 排 二組的大家 心裡想一個人 未來一到三個月 跟他之間的關係會怎麼發展呢 好看起來喔 你可以對你看看 過去到現在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符合你心裡所想的這個人 跟你之間的關係狀況 如果說沒有的話 請參考看第一組或第三組的節拍 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占卜喔 好 我們抽到與者逆位 之前這個關係可能就是讓人 很悶 或者說不上不下喔 就既飛不起來也 也沒有辦法站在地上 所以就是懸在空中 或者說一直在游泳的狀態 他的逆位 給不出一個很痛快的答案 yes or no 結束了沒有 所以讓人很不開心 很不愉快 然後大家就各自 各自獨處 各忙各的 把 然後也沒有講得明確 到底是結束還是沒有結束 反正就是沒有聯絡或者 沒有進展喔 那到了現在 看起來還是停滯欸 保證一逆位 停在一個之前到現在的狀況 全障八逆位 大家都沒有任何的行動喔 所以看起來是沒有聯絡的對象喔 或者說沒有任何交集的對象 然後讓人很困惑 讓人不太確定到底是怎樣 好像都是自己的幻覺 所以對選到第二組的人來說 其實 你會覺得對這一個人 之前的付出 這第一個解釋 對他的付出 雖然也沒有說多少錢 或者說 多少愛 是沒有辦法撐出來重量的喔 但是 其實對你來講 你已經付出很多了 然後你很痛 就是你已經 無力再付出了 無力再付出 愛或者說 努力了 好 所以對於選到第二組的人來說 嗯 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這關係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喔 看起來是你會選擇結束啦 結束 因為無力付出了 保證 逆位 也沒有任何爭執 也沒有任何的 輸贏喔 這個關係就是在一個 各忙各的 或者 各自顧好自己的人生的狀態 所以看起來 後來一到三個月 可能不會有太多的變化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二組的大家 你們對於這個關係 為什麼 比較偏向是結束呢 有什麼樣子的 心理上的變化喔 其實你之前也不確定 你對這個對象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或者 你真的有那麼喜歡他嗎 還是說 就各方面的條件來講 可能 有幾個點 你一直在衡量說 他 適不適合你 然後不確定 不知道 可是又有點喜歡 好像對 把他想的太好了 然後其實你有努力過了喔 全長期你有努力過了 而且很拼命的努力 去 製造兩個人相處的時間 或者 共同點等等 然後你才發現說 原來種下去的 種子長出來的樹 跟你所想的 真的有差耶 就是你會覺得 你明明種下去的是 譬如說 玫瑰花 結果長出來是苦瓜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 你的心情上會覺得 喔 你是 願意去努力 或者說克服困難 就是 就算是苦瓜喔 你也願意重重看 或者說接受 可是呢 你沒有把握的事情是什麼 你沒有把握的事情是對方 他不見得會聽你的 就是他不見得會 支持你 或者說站在你身邊 或者 讓你覺得不孤單 大概是這樣 就是 要你當一個比較主動 付出比較多的人 沒問題 可是 也要讓你覺得開心吧 那你覺得你沒有覺得很開心 或者 甚至你覺得對方是不感謝的 這是另外一種 那還有一種就是 你沒有把握 你的這種努力 是不是能夠永遠努力下去呢 能夠撐到永遠 你會覺得沒有信心喔 要想想是覺得蠻悲觀的啦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牌 也就是說你很勇敢 以及你是一個大方的人 可是呢 你沒有辦法去保證 對方也跟你一樣 是互相的 或對方也跟你一樣 願意去努力跟經營這個關係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對方對你的心情是什麼 他對於這段關係的想法是 寶劍二逆味 聖悲似逆味 他覺得很混亂耶 但是呢 他還是有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去忙別的事情 所以看起來是用別的事情來 不要去想你們之間的關係 他覺得自己左右為難喔 為什麼左右為難 錢必五 可能被冷淡的對待跟拒絕 所以選到第二組的人 你們可能拒絕對方或 已讀不回了 或者就是放生了 其實他覺得蠻不快樂的喔 就是如果說他是一個從事 跟創作有關 創造有關的工作的人 他會覺得沒有你 他沒有靈感 這是一種 或者說因為沒有你 就覺得生活很無聊 因為沒有你 工作也不是很順利了 就可能你是一個 像星辰傳奇裡面的星星啊 照亮他的生活 然後你一走 生活就暗淡下來了 然後他覺得其實問題就在於 你是一個 你已經不原諒他了 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說 他覺得你很需要安全感 或者 被愛的感覺 被 注意 就是他覺得你是一個自戀狂 或者 不一定是自戀狂 你很需要 被關注 或者被照顧 不然的話就算了 你是一個 你是一朵需要 好好 去細心呵護的 花或者說植物 對象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喔 然後你是一個 很有責任感的人 所以看起來他覺得你很努力 然後當你得不到你想要的 你就不要這個關係了 所以多多少少少 對你有一點 怨對 我們來看後面的牌 還有什麼其他的訊息 然後第一組大家呢 嗯 這些訊息可能是給部分人的喔 所以 不見得每一條都是給你的 你自己對應看看狀況 參考就好 好 relational abuse 也就是說這段關係 或者過去的 某些關係 有存在 有存在 被虐的一個狀態喔 就是第一 第二組大家要注意 是不是在情緒上被勒索 或者 身體 性方面 還是錢財方面 有被虐待 或者被威脅 恐嚇的狀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你 尋求更多的幫助 以及法律諮詢喔 如果說你在一段 讓你很不快樂 或者 有被虐的狀況的關係的話 請小心注意 所以 如果說你跟這個人 沒有很熟的話 感覺上這個人 有綁架你的心情 這第一個解釋喔 就在情緒上 帶給你很大的 低氣壓 或者 讓你很不好受 所以 看起來是 建議遠離就好 這第一個解釋喔 第二個解釋是說 很有可能 對方是一個恐怖情人 請你 注意一些徵兆 好 baggage 第二組的大家 你們內心 其實還有很多的傷痛 以及 難以忘懷的 過去的 一些經歷喔 還沒有過去 對你來講還沒有 原諒放下釋懷 所以 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其實 你也還蠻難 好好的去愛 所以其實你需要更多的時間來 愛你自己 照顧你自己 給你更 給你自己更多的時間去 清理 整理掉 過去的 種種 請你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喔 不急著脫單 還有就是 這個人 可能他不是對的人 所以你想要遇到對的人 可能 就必須要先斷舍離 救的人 可能是你的前任 可能是 指這一個對象 那如果說你們是彼此的前任的話 很有可能指的是你們的狀況 但我覺得看起來 不只是這一個對象 有可能是你之前的傷痛 然後這一個對象 跟你之前交往過的人 可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譬如說是什麼 譬如說 他是一個還蠻自戀的人 或者 凡事先考慮自己 自我中心 或者會把你的付出 是為理所當然喔 然後說 說一套做一套 不忠等等 然後有一種控制你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 第二組大家 你們可能遇到了一個 還蠻 蠻不適合作為另外一半的對象 就這樣的人其實蠻適合單身的 因為他在一個關係中 會傷害到另外一個人 好 那 還有什麼其他的訊息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喔 所以 你要記住你是你的人生 現實人生的創造者 造物主 所以請你跟你宇宙一起來創造 要實現 對你來講最好的人生 幸福的人生 或者 你想要的適合你的最好的另外一半 儘管如此喔 第二組大家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跟這個人還是有機會 重新走在一起的 你們還是會複合 或者說 重新在一起 再次相遇等等 還是會有這樣的機會喔 或者 最近就會有這樣的機會 看你要不要 或者 看你跟這個人在一起是快樂多 還是 不快樂比較多 好 我們來看下面的 訊息 對方內心對你的OS喔 Are you seeing someone else 請問你有在 你有在認識他人嗎 跟別人交往嗎 It's easier without you 沒有你我比較輕鬆 or not be in a relationship 或者 不在一段關係中比較輕鬆 單身比較輕鬆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ntense emotions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很激烈的情緒或者緊張的一個關係 緊張的情緒 So I walk away and try to distract myself with other things 所以我只好就走開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You inspire me so much to manifest all of my desire 你 啟發了我去實現所有我的 渴望 我想要實現的一切 你是我的靈感 來源 謬思 I get my value from my work 我從我的工作中 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So I tend to take more than I can handle 所以我往往就會 去要 或者說去承擔 我能承 呃 去承擔超過我能力範圍的事物 I don't know how to balance my work and love life 我不知道要怎麼平衡工作跟愛情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我正在找尋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人事物 什麼樣子新的東西呢 New routines started 開始的一種新的生活步調 to make sure I achieve all of my goals 這樣我才能夠實現我的目標 早睡早起 還是半夜三點就起來 trying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partner for us 我正在努力的成為一個負責任或者 好的另外一半 好那這就是可以選到第二組的大家 你今天的節拍囉 感謝你的耐心觀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要選到第二組的大家 你的金籤 我們來抽一支喔 如果說你想要嘗試看看念經許願的方式的話 我們抽到的是心經 你可以常常念心經 然後在念完之後 進行一個大的回向 回向法界所有眾生 所有地獄眾生 你的地代祖先冤親債主 以及有的人有無緣子女 無緣兄弟姊妹 也可以一起回向 經過這樣子大的回向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許願祈求 工作 愛情 學業 順利 心平氣和 心理的 一時難以放下的心結 可以 可以放下釋懷 越來越幸福 心情愉快 或者 祈願戰爭 趕快結束 所有戰爭中傷亡的人 都能夠得身佛國等等 給他們最好的祝福 以及祈求世界 對疫情平息 那就祝福玄道第2組的大家 希望你們一切順心健康平安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玄道第3組的大家 未來14天 工作運如何呢 先來看工作 看起來 在前一陣子 或者上半年 好 我只去年一整年都是這樣 掉人牌 全仗十逆位 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會覺得自己一直在等 什麼時候肩膀上的壓力 可以卸下來 卸下重擔 或者 是一種精神壓力喔 怎麼樣可以不用那麼操心 不用那麼操勞 怎麼樣可以等 就是事情一件一件慢慢做完這樣子 那 你壓力大的點在於什麼 可能你是創業的人 可能你有好幾份工作 然後你給自己設定了 非常多的目標跟計劃 可是呢都 要嘛延期 要嘛就是被其他事情打亂了 取消了等等 可能是疫情 可能是什麼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 很多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控範圍之內喔 好 所以 第三組大家有種逆流而上的感覺 所以未來14天 還是會有很累不輕鬆的 狀態逆流而上的感覺 前比還後逆位 也不會很輕鬆啊 就還是很累 甚至你會覺得你的努力都沒有 獲得你所期待的回報喔 一半是這樣的感覺 可是呢一半 寶劍 騎士 你會抓到一些機會喔 意料之外的狀況之下 抓到一些機會 是你夢寐以求的機會 當你看準時機的時候 因為你一直在努力 你會抓到一個機會 好好展現你的實力喔 所以看起來其實 可能就是一半辛苦 但你的辛苦是有機會 施展你的才華或者 所學 你的才能會發揮效用喔 大概是這樣子 或者你還是會抓到你夢寐以求的機會 你的努力還是有被看見 有得到認可 如果說競爭很激烈的話 看起來你會打敗其他的競爭者喔 也就是說你一直在等待 然後機會終於來了 於是你就 一抓就抓到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牌 快很準抓到 所以看起來如果說有什麼變化的話 第三組的大家是可以 因應變化反應很快 去做調整跟 應對 很靈活 懂得變通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牌 第三組 大家看起來 其實你有一直在擔心 自己的成長啊 變化啊 或者 你蠻想要進展到下一個階段的喔 工作方面 就是很希望有一些變化跟突破 但你一直有在擔心 可能是疫情 可能是 有 剽竊你的 創意的人 你總是在一種擔心之中喔 但看起來 這些擔心 會慢慢 結束 你的心情會變得 好很多 因為會有一個好消息喔 工作方面的好消息 可能是由家人帶來的 可能是由 長者帶來的 年長的朋友 讓你覺得很開心 大概在未來14天之後 之後 未來一個月之內 什麼樣子的 開心的好消息呢 如果你是還沒有創業的人 你可能會考慮創業 如果是 我看一下喔 如果是已經在創業的人 你可能會做一些改變 就是你深思熟慮了很久 然後你對於現況是滿意的 可是呢你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跟新的 計策 然後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我看一下喔 我覺得第3所大家 其實你們已經 努力了很長時間喔 就是有很長時間的 累積跟 付出 那在未來14天 這些累積跟付出 是收成的時候 而且這些 耕耘 就是你是一個默默耕耘的人 在未來14天 你會看到 不僅是財富的增加喔 還有就是你有慢慢在 進步 看起來是精神上的一種成長 就除了 可能你的技術方面有提升之外 處理事情的方式也好 工作的方式也好 工作的方式也好 你有一些新的想法 跟創意 以及你有一點 就是願意 用一生的時間去努力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種心境喔 那在這樣子的一種心境之下 看起來 接下來你會找到你自己 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目標跟方向喔 然後這個方向是會讓你 致富或者 奠定你這個人是一個什麼身份 或者 類似是一個 個人成就的里程碑 大概是這樣子 會講得很 亂嗎 簡單講就是說 第三者大家 會在未來14天 慢慢確立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這個人生方向是一個很長遠的 選擇喔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會收穫很多的 好運 以及成功 或者開心跟 幸運 可能就是默默耕耘了10年 沒有人關心你 但是 突然間一世成名 或者一夜暴復 類似是這樣喔 或者就是 你對於自己 接下來要做什麼 越來越確定了 不會再擔心啊 害怕啊 或者 在意別人的想法 好 那應該是這樣 所以恭喜選到第二組的大家 第三組 第三組的大家 看起來工作真的 好運連連 未來14天 第三組的大家 財運如何呢 看起來 其實 要從你的工作講耶 就你是一個一直有穩定收入的人 或者 一直以來營業額都不錯 然後你正在做你喜歡做的工作 或者最近有接到好消息 可能是從事跟創意有關工作 再加上你本身是一個很會做生意的人喔 經營者類型 所以 對你來講 沒有什麼難得倒你的 那在最近 可能你會得到一些靈感 審判牌 可能是天使 上帝 佛 菩薩 給你的訊息 神明給你的訊息 要你做一些調整喔 就是 要你不要再瘋狂加班了 或者適時的休息 不要做無謂的事情 不要再逆流而上了 看起來可以 順風而行 見風轉舵 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最近 可能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會小休息一陣子喔 你會遵從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 去做改變 乾脆放個假 可能是疫情 乾脆放個假好了 幹嘛要 浪費電 開電了 之類的 聖杯十 聖杯一 然後你會花一點時間 或者 在這個期間 就陪家人 陪寵物 遛貓 遛狗 不是遛貓啦 就陪貓咪玩 或者說 陪你的寵物玩 陪你的小孩玩 等等 陪伴家人喔 然後心情很好 心情愉悅充實 所以看起來 第三組的大家 其實沒有什麼 不開心的 只是會趁 趁段放個假好了 這樣子 享受 小假期 所以看起來 所以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工作上面 會帶來一個假期喔 接到通知 應該怎麼樣 應該放假 應該 停班停課等等 那你會覺得說 好吧那就先休息 現在不適合外出是吧 那就先休息 先擱淺 對雖然是壞消息喔 但是呢 在這之後啊 就雖然放假 對大家來說 就是無薪假 可是呢 未來會很不錯 14天之後喔 工作運非常不錯 所以就是 小假期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訊息 所以財運就是 可能會有幾天 小放假 等到第三組的人裡面 如果有學生 或者考試 面試要 過關的人喔 我們來看看 未來14天 學業 考試面試會如何 先來看一下 如果有考試面試的話 看起來會還不錯耶 只要你有準備 雖然你會覺得說 看不清楚 到底 方向在哪裡 然後每天都在熬夜 苦讀 或者說準備 可是呢 請你 在未來14天 好好把握衝刺的 這個階段喔 然後未來會是 還不錯的一個結果 太陽牌 你會成功的 所以就繼續加油囉 有考試面試的大家 那如果說你沒有考試面試 只是單純的學生的話喔 好看看 未來14天的學業運 如果說你是重考 或者因為某些原因 就是一直在 暫緩 上課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喔 重考 要再挑戰一次考試 或者說要再挑戰一次 呃 留學申請還是什麼的話 看起來你會覺得 總是 總是 遇到障礙 遇到阻礙 讓你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信心喔 或你總是覺得說 阻礙重重喔 然後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放棄喔 那排面上看起來是說 其實你是有實力的 然後對於你現在的 學業狀況 我覺得看起來 呃 還不是時候放棄喔 還不是時候 再稍微等一等 狀況會好轉的 整個狀況 如果說你現在正在 隔離 或者說正在一個 封城的 城市國家的話 你會心裡覺得特別 不安喔 如果說選到第三組大家 你們很想要 例如 轉系呀 或者 有考慮要不要繼續深造的話 但又有考慮說 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看起來喔 你的心情是容易改變的 那如果說真的要去做 就去做吧 如果說很堅定 很想要念書 很想要留學 很想要幹嘛的話 就去做吧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一時興起喔 看起來 後續 會蠻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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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一想 再考慮看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然後 就是不要亂花錢 請在這個階段 多 省錢 盡量不要亂花錢 盡量不要亂花錢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就是給選到第3組的大家學業的部分 我們來看後面的排 健康 選到第3組的大家 看起來 適時的休息 或者 休養喔 對你來講非常重要 好 需要好好睡一覺 特別是睡眠喔 睡眠會影響你的 整個狀態 看起來睡眠不太好 但是有改善了 可是 最近可能 因為突然間發生一些事情 讓你睡不著 什麼樣子的事情呢 可能是工作過度耶 或者就是 擔心金錢或者 學業的部分 然後你想要再更努力 就太過努力 太過拼命了 然後導致你可能睡不好 睡覺的睡夢之中 還在夢到工作的事情 在夢到自己在工作 在學習 念書等等 好 可能是考試 可能是面試 壓力有點過大喔 是說 請你在白天好好運動 然後 讓自己腦中的 煩惱全部 就是先拋開 然後再去睡覺 這樣會比較好 特別是腦中 腦袋裡面想太多的東西了 壓力很大喔 然後選到第三組 大家可能對於某些事情會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或者有一些選擇題 不太確定是跟工作有關還是跟學業 總之你有很多心事喔 或者就是單純要買哪一個電鍋之類這樣子的問題 一直想來想去想來想去 也有可能指的是你太愛工作了 太愛工作了 好然後工作會有好的進展 但是你的身體健康就是要多注意 不要想太多 看起來比較偏向是精神上 或者心事喔 煩惱 很想要再更上一層樓 還有什麼其他的嗎 我看一下 胃腸 以及 心肺 或者有的人有高血壓 就是跟心臟血液有關的 慢性疾病等等 會有改善 會有改善 但就是請你不要急躁 或者給自己太多壓力 好好睡覺很重要 好好睡覺好好運動 OK 看起來沒有什麼大礙 來看下面的牌 未來14天 愛情方面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呢 看起來喔 好 第三組大家你們 其實真的很忙 困在工作中或者 就是蠻累的 但是工作你又做得很好很出色喔 所以工作讓你閃閃發光 那如果說你有在等一個消息 或者等附和 等一個過去的人來聯絡你的話 看起來還不會收到消息喔 好還不是時候或者 還要一陣子 就是 會延遲到來 或者你收到消息讓你並不是那麼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方是一個 看起來是有點自大的人喔 然後 然後 嘴不甜 就是 該怎麼講 梗直 然後又覺得自己還蠻了不起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說 他會來一個跟 他有關的消息 跟你們的關係沒有關係的消息 譬如說你們可能是同事 或者 他會跟你聊聊他的工作狀況 這樣子 所以 你會覺得說 嗯 這關係好像還是沒有進展 那他的確 聯絡你了 是在講他的工作 大概是這樣 講完工作就 沒有下文了 有可能是這樣喔 所以 會帶來一些小小的失落 後來14天 你會覺得對方是一個忽冷忽熱的人 難以琢磨 然後他不被動 可是他也沒有很主動 可是他也沒有很主動 就你會覺得說他 有一個字叫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 欲擒故縱 還是說 以退為進 大概是這樣 所以讓人很不爽 雷聲大雨點小 那有什麼樣子的建議要給你呢 嗯 嗯 是說 你會收穫到對方 不明確 到底想幹嘛的消息 跟他的工作有關喔 而且很快 可能是他發文了 可能是他跟你說他工作怎麼樣 然後對於這個消息 來的快去的也快 那 好像 承諾這件事情是很遙遠的一件事喔 或者 你會有一些 對於承諾的 期待 不過 看起來未來是有希望的 但 現在就是這樣 未來14天就是這樣 可能未來14天之後 會有一些變化 好 那有什麼樣子的建議要給你呢 錢幣騎士 對方是一個 有他自己步調的人 所以你怎麼敢 怎麼做也沒用 乾脆就 什麼也不要做比較好 正義逆味 然後可能兩個人在這個關係中 有一點 速度差很多 或者 付出的心力 有一點不平衡喔 所以 對於這樣子一個狀況 其實第三組大家 你們不用逆來順受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們真的在一起的狀況 是不是你要的喔 其實你還蠻猶豫的 或者對方也是很猶豫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也不太確定說 兩個人是不是適合的 或者 兩個人是不是 真的有多喜歡 所以你也可以再評估一下 他到底適不適合你 或者 你對這個人到底有多喜歡 他對你好不好等等 你可以去仔細的 評估這個人 檢視這個人 大概是這樣 然後衡量出來 你覺得最開心的跟他互動方式 或者 斷舌離等等 都可以 那如果說確定對方還不錯 是適合你的 你可以 適度的 主動或者說 前進 讓這個關係前進喔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主動你真的很快樂 很累 然後覺得自己 永遠處於一個 劣勢狀態 關係中的劣勢 異位 那就算了 真的 可能就指的是不適合 好 我們來看 後面的 訊息 會來一到三個月 第三組 的 心裡所想的 哪一個人 跟你之間的關係 會怎麼發展呢 排面上看喔 你可以對應看看有沒有符合 如果說 完全沒有符合 你們的狀況的話 請參考看第二組 或第一組的解牌喔 因為這是一個大眾占卜 不一定會非常準確 好 整理一下喔 排面上看 過去啊 就今天之前 雖然兩個人的關係非常美好 可能是分享東西 從網友開始認識的 也有可能是指 從彼此的工作 透過彼此的工作認識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網絡認識 或者 工作 兩個人的關係 其實 就是一直在一個初始階段 開始階段 但是對於第三組大家 你們來說 其實你已經沒有耐心了 就還沒開始已經沒耐心了 就像有的電影啊 它開始播三分鐘 你就已經受不了 想把它關掉 然後你的脾氣可能也蠻直接的 就是你會關注 壞的比較多 就譬如說關係中有好有壞 那你對壞的比較有感覺喔 你對好的部分 你只記得一點點 但是對於關係中的壞事啊 或者陰錯陽差 你被放鳥了 或者你放鳥對方 然後之後又沒有什麼 好的溝通等等 冷戰斷連 爭吵 你對這些事情 會記憶猶新喔 所以 對於第三組大家來說 你只要看到一點點的失敗 或失敗的跡象 你就不想再嘗試努力了 因為你又很擔心害怕 你的心裡很害怕受傷 很害怕失敗喔 好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很有可能是你心裡還有一些 疼痛還沒有過去喔 就可能這個人給你留下的疼痛 也有可能是之前認識的 其他交往對象 給你留下的疼痛還沒有過去 還沒有好 好 那後面的牌 以至於你會很擔心 或者你會沒有辦法好好享受戀愛喔 或者你會在愛情裡面很孤獨 就你會覺得說沒有人可以 懂你或者 擔心害怕 或者痛苦的感覺多過享受 就是很難放鬆去享受戀愛 就像 推拿喔 人家用力按你受過傷的地方摔到的地方 然後你就會痛 然後你就會罵人家說痛怎麼放鬆 大概是這樣子 好後面的牌 我為什麼那麼懂呢 因為我就這樣啊 後面的牌喔 錢幣十 或者是想到 然後 認真談戀愛這件事喔 把對方當作認真的對象考慮 你會覺得 心裡不安 為什麼 因為 不知道 好我們看後面的牌 總之就是為不安 把它做為結婚對象考慮 可能是他的 呃 跟你的差異 可能是 兩個人 成長背景不同 或者你會對婚姻這件事就是沒有什麼信心 或者 你的家人的原因 家人看他不順眼 覺得他長太醜 之類的 總之就是 也有可能是家人對他的想法喔 好讓你擔心 或者是兩個人花錢的方式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浪費的人 或你會覺得說 他是一個 很奢侈的人 還是 他的經濟狀況 令人堪憂等等 他工作的壓力其實很大 好後面的牌 所以在未來一到三個月喔 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可能會專注在工作上 然後有一點忍痛 放手的狀態喔 因為你會覺得對方都沒有行動 或者失職的承諾 或他都沒有主動 他就是在瘋狂工作 各忙各的 那你的一個心情是 你想要走開了 你想要就 say goodbye 所以未來一到三個月 看起來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是在放生這一個人 慢慢把他放走 那你對他的想法是什麼 嗯 嗯 塔的逆位喔 你覺得那個關係已經有一點回不去了 你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你又不是很想去面對 就是 把話說開也不開心 不說開也不開心 那就悶著不要說破好了 然後你很想要不告而別喔 在關係最美的一個距離之下 大家就禮貌的 好聚好散 或者你很想要消失 再不要跟他說話就好了 沒有任何的交集喔 一方面也是在用這種方式攻擊對方 或者 耍酷 不一定啦 也許不是攻擊的心態 只是 覺得對方跟你沒有什麼共同點 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你們沒有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興趣 忘記開燈了 好 後面的牌 那對方對你的心情是什麼呢 他覺得你是一個讓他很有感覺的人喔 成長逝者 是一種年輕 魅力 人格魅力 或者說你是一個很有活力的人 你可以帶動他 他本來是一個很down的人 行屍走肉 但是你可以讓他 就是有更多的 靈感啊 或者 有更多的熱情 對生活有更多的熱情 然後對於你們之間關係 其實他很想要 好好的表達 對你的感謝喔 或者對你的 欣賞 感謝或欣賞 也許是有一點內疚 或者說歉意 想要改善這個關係 有一個新的開始 當然最好啊 那新的開始是什麼呢 看起來比較像是重新當朋友喔 太陽牌 節制牌 他的心態 但未來一到三個月 還沒有看到他會這麼做 所以 可能就是還在想 沒有做 那他對你的心態是 他覺得跟你相處 真的非常開心喔 你有照亮他的生活 或者 他會想要變成一個像太陽一樣的人 然後來溫暖你這樣子 照亮你的生活 就是你會給他很多的 靈感跟創意 因為你是一個跟他非常不同的人 節制牌喔 然後他很喜歡跟你學習 或者兩個人可以互相交彼此一些東西 所以看起來 他還蠻希望跟你 再回到那種互相學習 互相創造驚喜 開開心心 純粹的開心 只有開心 沒有悲傷的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從朋友開始 所以 還是有希望呢 至少他的心態還蠻正面的 我們來看後面的牌喔 有什麼其他訊息要給選到 第三組的大家 以及 對方的OS 好 The Guarded Heart 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的內心其實已經封閉起來了 已經開始防備 了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信任這個人 或者你很難去相信愛情耶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其實就很難去愛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先釋懷過往 放開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喔 如果可以的話 那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就再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其實也要衡量一下自己 對對方的期待 或對愛情的期待 是不是太超乎現實了 超現實期待 就現實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美好 所以看起來 第三組大家你可以 在這一方面可以寫一寫日記 想一想整理一下 是不是自己 把戀愛想得太美好了 所以常常會很失落 還有就是過去的一些回憶喔 你還是很難去放開一些傷痛 這些都有影響到這一段關係 你跟這個人的互動 或者你跟他之間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原諒他的 譬如說放你鴿子十次 那就不要原諒 但是還是要讓自己心情開開心心的放掉那些回憶 不要再去想了 然後你很快就會放開喔 這是好消息 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已經要從過去畢業了 就是已經要進階了 不管是在愛情還是生活各方面喔 就是一個下一個階段了 全新的人生開始了 你已經成長許多 然後你已經療癒了 等等 所以看起來你要從上一堂課畢業了耶 恭喜選到第三組的大家 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好我來看對方內心有什麼OS 是對第三組的大家想說 但說不出口的呢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baby 其實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 或是同一個共同方向的喔 兩個人其實是有共識的 就算不說出來喔 The love between us is overflowing We can build a family help others I love you 我們之間的愛其實一直在流動中喔 就一直是存在的 然後我們可以 組建家庭幫助他人 我愛你 他內心是 愛你的 或者說他又想得很遠 Since I met you I started receiving creative ideas to start new projects and I can't wait to share with you 自從我遇到你之後 我就會有很多創意點子 去開始新的一些項目阿 什麼計畫阿或者方案 然後我很想要跟你分享喔 等不及要跟你分享喔 最近的好消息 最近的工作計畫 I'm starting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my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life 我正在平衡我的工作 財務方面的管理以及情緒管理喔 情感生活跟工作 I'm starting to feel more confident in my own power and in my own decisions and I can see clearly what actions I need to take 好 我正在就是變成一個更有自信的人喔 相信我自己的力量 以及我的決定跟選擇 然後我也知道說 我在什麼時候 該做出行動 所以他是會有行動的 或者他會做一些什麼 雖然我沒有表現出來 但是我真的很抱歉 我們之間變成這樣 發展成這樣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who truly gets me 你是一個唯一懂我的人喔 真的懂我的人 好 那這就是變選擇到第三組的大家 你今天解排囉 感謝你的耐心觀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選擇到第三組的大家 如果說你有任何願望想要許願的話 我們來抽一支金錢 有講到喉嚨啞 我們抽到的是唯摩截所說經喔 唯摩截經 如果說有任何願望 想要許願的大家 你可以嘗試 每天唸唯摩截所說經 可以每天唸一部分 然後再唸完之後 進行一個大的回向 回向法界 地獄 你的地帶主 先冤親債主 或者有的人有五元子女 五元兄弟姊妹 也可以一起回向 經過這樣子大的回向 你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也可以回向給宇宙 祈求地球 戰爭中傷亡的人等等 那你可以祈願祈求疫情趕快結束 祈求所有人幸福 所有生命幸福 世界和平 祈求工作學業愛情 還有什麼樣子的願望實現等等 那就祝福選到第三組的大家 希望你們一切順心健康平安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接下來是4月的小個占抽獎 好 那我們就 開始 隨機抽囉 跟愛慕對象半年內相處方式有什麼建議 女女感謝你 這是Elly還是L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L 我覺得應該是L吧 希望沒有念錯 跟曖昧對象半年內的相處 會是如何 先來看一下 是說 你的壓力不會那麼大了 或者 你不會覺得那麼難過了 對於你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你會想辦法找出一個平衡 但 你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摸不透對方在想什麼 或者你也不太確定自己的 感受到底 對他感覺有多深 等等 就是你也不確定你到底想要 真的跟他在一起嗎 還是什麼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是說 你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你覺得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曖昧的關係也不錯 那看起來 嗯 再回來半年 你會越來越清楚說 你到底要不要 跟他繼續曖昧下去了 你會很確定的知道方向喔 那為什麼很確定呢 看起來是說你 確定你不要 這種不平衡的關係 或者你不要再繼續取悅這個人了 你覺得 讓他開心 你很累 然後你不是很開心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會對於這個關係 徹底的冷淡下來 或你覺得對方很無聊很冷淡 所以也讓你冷淡了 那在未來半年 有什麼樣子的建議呢 是說其實對方算是一個 嗯 如果說他現在有對象的話 或者他跟前任有牽扯不清的關係 還是說他的個性還蠻喜歡 搞消失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人品上有一點問題的對象 這第一個解釋 有劈腿的傾向 那第二個解釋是說他沒有劈腿 你很確定他也沒有 但是他就是很喜歡證明自己的魅力 享受追逐 所以會一下消失一下出現 然後繼續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讓你猜不透 讓你很難放手 讓你繼續為他深深著迷 他就是喜歡玩這種遊戲喔 那看起來他比較像是一個過客喔 就看起來是一個 有點像玩咖個性的人 看起來接下來 也就是在接下來半年內 L會越來越 從一個覺得說可以玩的 維持平衡啊 接受對方跟你的不同 試著去站在對方的立場 想一想的這種心情 慢慢會變得 想要獨處喔 想要躲開這個人 想要休息 覺得很累 會想要自己吃好 穿暖 做好自己的事情 忙工作 或者你不會想再對這個人付出了 就是你會設下一個停順點 到什麼時候你就打算離開了 前面說 有可能是他有其他的 關係 或者曖昧對象 那另外一個解釋是 他覺得你有其他曖昧對象 那不管是哪一種 他的 心態算是 沒想太多 不打算承諾或者 讓關係有什麼前進 如果說你想要關係有所前進的話 看起來是會失望的 那如果說你只是想要繼續維持 曖昧的關係 那他也很樂意喔 好 我們來看 那你到底該怎麼做比較好 半年內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關係更好 當然就是無止境的包容 以及 打扮自己 好 他喜歡漂亮的人 帥氣的人等等 就他喜歡 有品味有格調 美麗的人事物 但即便你這麼做了喔 只是會有一點點的進展 一點點 還是時不時會沒有聯絡 斷連或者 沒有什麼進展 那如果說你該做的努力都做了 你已經很包容對方了 你也已經很照顧他了 你也打扮了 如果還是沒有進展的話 建議離開吧 就 就該放下了 該前進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好消息是說 我也不太確定 算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喔 在你放下之後 看起來你們還是有可能會 有更多的發展 更多的進展 或者對方會來找妳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 如果對方沒有來找妳的話 指的是你會有新戀情 然後可能是已經認識的人 有可能有很長遠的發展 好 建議 如此之外喔 來看看還有什麼其他的訊息 Leaving quickly喔 可以快點走人了 天哪 或者會有一陣子的時間 沒有聯絡 那如果說你選擇離開 這個故事可能會重新 就是 有一個新的發展跟路線 你是你們之間故事的編劇喔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說 放開這個人對你的人生會有更好的啟發跟幫助 從此你的愛情會不再跟過去一樣 所以放開是好的 你會更平靜 睡得更好 因為對方是一個還蠻自戀的人 或者他很喜歡 控制別人 所以就會用一些方式 比如說忽冷忽熱啊 欲情互重啊 來讓你離不開 離不開又得不到 自我中心 或者 把你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的喔 或者就是會放鳥 如果有發生過放鳥的事情 看起來 他不會改喔 如果他有讓你失望過 未來還是有機會讓你失望 那他本身其實並不是你所想像的 那麼好 如果說你有把他想的很好的話 慢慢你會越來越發現說 其實 他跟你 喜歡的他是有一點差距的 譬如說你們真的太不一樣了 然後太感興趣的東西 你其實覺得很酥 譬如說是這樣 就慢慢你會發現 其實 你並不欣賞這一個人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包容他 然後 打扮得更酷炫 更潮一點 更時尚一點 以及照顧他喔 溫柔體貼 但看起來 即便如此 也很難有好的發展 就是總是會 一下好一下壞 一下有發展一下停滯 如果永遠都是這樣的話 建議你就離開吧 不要再浪費時間 被他浪費時間 大概是這樣 好 還是祝你一切順心囉 希望你 在感情生活 以及生活各方面都很順利 我們來看下面的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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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會脫單 LTZU 好我們來看看 LTZU喔 看起來你對於 戀愛的想法是 要嘛就跟前任在一起 要嘛就是等證員喔 聽從命運的安排 好那看起來命運會給你安排嗎 在未來一年之內 你可能還不會脫單喔 可能還不會 好這邊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現在正在跟某一個人曖昧的話 好那看起來請你不要再繼續曖昧了 因為在未來半年到一年 跟他之間的關係可能會結束喔 但從現在到結束的那個時候 你可能會付出很多耶 就是會投資很多愛或者金錢 請你不要投資太多的愛跟金錢在你最近認識 或者說未來半年到一年之內認識的對象 因為看起來 嗯 是會結束的 好 然後看起來很有希望的那個人 其實可能會不了了之喔 所以在未來半年到一年其實是並不建議 你 你 戀愛 就你的好運不在戀愛上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喔 如果說你已經有在認識某個曖昧對象的話 是建議你慢慢跟他疏遠 然後以一個不是那麼疼痛的方式去結束 不然的話 未來半年到一年你會非常難過的 有一種失電的感覺 如果說你正在跟某個人曖昧的話 好 因為塔羅不太能夠看一年之後的事情 會不太準確 所以 就是 只能看一年之內 然後是跟你說其實不用想太多 就對於為什麼沒有好的發展 如果說最近有新的曖昧對象 或者未來半年到一年為什麼沒有好的發展 不是你的問題 只是 就此路不通 大概是這樣 那未來你還是可以去嘗試各種各樣的 去結交新的朋友啊什麼的 可能會遇到更好的對象 或者在未來半年到一年 其實你很忙碌喔 你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 不太建議你分心 不然的話你的心情會受影響 你沒有辦法創作或者你在其他方面 你也會覺得很苦悶 譬如說本來加班 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喔 但是 加班可以有更多的錢拿 可是你就會覺得心情特別苦悶 會覺得沒有戀愛 然後還要加班這樣 然後請你放開那些 看起來比較 一看就沒有什麼結果的對象 或者 曖昧不明的對象 請你就 當斷則斷 這樣你才能夠遇到更適合你的人 或者 你才是永遠的贏家喔 不然你會有一種 覺得自己是乳蛇的錯覺 其實你不是 可是你會有這種錯覺 好 那就祝福LTZU 希望你 未來一年平平安安健康 然後柴緣滾滾 什麼都好 再享受單身一陣子吧 緣分總會來的 我們來看後面的問題 下一位 我心裝放不下的他 有對我心 鬥心過嗎 鼓鼓 鼓鼓 滲入喔 滲入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對方 他到底對你有沒有鬥心過 他覺得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聰明 有主見 有想法 有個性 能言善變 或者你的聰明才智有吸引他 有讓他注意到你 或者 他覺得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找你商量 或者 就覺得你很聰明 好聰明人 可是這種 對你的 敬佩或者欣賞 其實是有一種距離感的 所以有沒有動心喔 嚴格說起來是沒有 那其實他覺得你不是一個無聊的人 他並不是覺得你讓他 很無言 倒不是這樣 而是 他很想要 去做一些事情喔 因為他不覺得自己快樂 他很想要 逃離感情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是 他之前有受過傷 你們在認識的時候 可能他 就一直在情傷之中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還沒有從情傷中走出來 所以他很想要跟周圍的一切保持距離 當然他也覺得你是一個很 就是 與眾不同 然後跟大家都不太一樣的一個人 所以 這一點有吸引他 但 有沒有到動心的程度 看起來是 還沒有 還沒有 他比較專注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說他覺得 他的人生很不快樂 可能是之前的情傷 可能是受了什麼樣子的打擊 所以他有點看不見 別人的好 或者 很難對什麼事情有熱情 跟很難對任何人事物動心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 並不是你的問題 好 看一下 後面的牌 接下來這個關係有什麼發展呢 是說可能會不了了之 順便的看一下 然後你對他或兩個人之間 如果說有過衝突的話 第一種解釋 有過衝突 就還是很尷尬的一個狀態喔 誰也不會理誰 繼續冷戰 冷戰到 從彼此的生命中消失或路過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沒有任何的冷戰 還是 衝突 就也是不了了之 然後 你可能會對他非常不諒解 你會覺得他 是一個充滿惡意的人 或者什麼 你會把他想的不堪 會把他想的非常惡毒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簡單來說就是 對方有一種 過客特質喔 或者說 他現在對誰來說都是過客 任何人跟他交往 或者有什麼發展 都 都會蠻失望挫敗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狀態不太好 好 好 那還是希望鼓鼓一切順心 然後各方面都 心想事成囉 希望你開開心心 不要想太多 那就祝你幸福 我們看下一位 OK 何時脫單 下一個對象 是我的證員嗎 Evan嗎 Evan Evan 不太會唸喔 希望沒有唸錯 好我們來看看喔 因為塔羅跟雷諾曼 其實並不能夠看太長遠以後的事情 那我們就設定一個時間點 是未來一年左右的時間 你能不能夠脫單呢 看起來你不會太快脫單喔 但我覺得這是好事 好 就不要急著脫單喔 雖然你有了想要 一個新方向的想法 或者認識新的人 來 忘記救的人 或者 讓自己過得更開心 但看起來 你沒有真的準備好戀愛喔 你的心裡還是有一個 放不下的人 好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 過去的情傷 還是會在你 談心的戀愛的時候 浮現出來 所以你會很難 很難去好好的愛 然後你會想逃跑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說 你現在可能還是有一個 若有似無的曖昧對象 或朋友 在你身邊 所以你很難去 去接受別人 如果還沒有出現的話喔 就代表你的下一段戀愛 很有可能是 蠻危險的一段戀愛 請你好好 保持距離 最好 那對方在各方面都會很吸引你 有一種命中注定會遇到他喔 冤親債主 好 就是 是一個 heartbreaker 大概是這樣 會讓你心碎的人 如果說已經 有心碎過 指的是 過去的心碎的 讓你心碎的前任喔 我們來看 後面的牌 那你的下一個對象 會不會是你的證人呢 是說 你是一個還蠻適合晚婚的人喔 晚婚才是明智的 所以 下一段戀愛可能不是 我要等一陣子 好那對方會有什麼樣子的特質喔 你的證緣 看起來是要在你 對戀愛幾乎死心了之後 才會出現 這是一種解釋 第二種解釋是說 你要完全把你心裡現在喜歡的人 或者 錯的人 全部拋開之後喔 全部埋葬 那 才能夠 認識你的證緣 所以 前面都是課題跟 考驗 以及關卡 要過完了之後 才會遇到最終的 就才會到達最後的 才會登頂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才會走到終點啊 好 我們來看喔 那 呃 要放下什麼樣子的過去 或者說 人呢 好是說你一直以來都很欣賞的一個人喔 對方可能是前任或者離過婚的人 你真的很喜歡這個人 但是呢 他滿自私的 自私又狡猾 或者 很溫柔但就是很自私啊 就是 與取與求 或者 對你不好 好 所以如果說你有遇到對你不好 但是有很迷人的人喔 外表很漂亮的人 請你遠離他們 因為看起來都不是正圓喔 好 我看看喔 後面的牌 嗯 還有什麼其他的訊息要給你喔 是說目前的狀況其實 你不太適合戀愛喔 就不太適合 進入一個 穩定的關係 因為你心裡有喜歡的人喔 感覺上是有耶 有一個 感覺上希望渺茫的 喜歡的人 總是牽扯不清 又不開始又不結束 大概是這樣子 全照無異味 對 但其實這一個人跟你是毫無共同點 或興趣的人喔 所以 就算真的在一起 也不會開心 因為 你喜歡的他不喜歡 他喜歡的你也無感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人其實 讓你還蠻 能量低落的 所以看起來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 是放開過去跟斷捨離 你才有可能遇到正緣 而且要花一陣子的時間 而且要花一陣子的時間 不會再未來一年足的時間 不會再未來一年足的時間 可能未來一年是一個 休息 或者說療傷 的空窗期 或者說就是放假的期間 單身貴族的 一個假期 所以 我覺得看起來 不急啦 那對於 你要脫單 或者早一點遇到適合自己的正緣 有什麼 建議呢 是說對於你不喜歡的類型 你可以考慮看看 就譬如說 感覺上很適合 作為 媽媽的 孩子他媽的類型 孩子他爸孩子他媽的類型 其實是適合你的 所以你 換一個類型去考慮吧 你的擇偶條件或者 你喜歡的類型 是蠻容易讓你受傷的 好 然後請你多花一點時間 去嘗試看看 另外一種類型的人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定下來 你不想要玩玩的話 你不想要受傷的話 然後在找尋另外一半的過程中 請你一定要 確定對方跟你 核心價值觀是一樣的 譬如說 對金錢的想法 對家庭的想法 等等 太過自戀的人 或自我感覺太好的人 其實並不太適合你喔 這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 你會喜歡不適合你的對象 可能 你只是覺得那樣子 讓你自我感覺比較好而已 你也不是真的喜歡 所以可以想一想自己到底 到底想要什麼 是想要結婚呢 還是想要 轟轟烈烈 刺激短暫的戀愛 然後其實 第一個解釋喔 你現在沒有辦法相信他人 你的內心是封閉的 因為你有受過傷 或者你很難去相信他人喔 內心縮起來了 心防很重 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你沒有辦法好好去愛 你也會想要逃跑 所以有可能你會隨時放棄 這是一種解釋喔 就你還沒有放開過往 第二種解釋是說 你喜歡的人 可能他跟過去是 有很深的 牽絆 所以他真的很難去 好好地愛別人 然後他沒有辦法相信愛情 所以 跟你之間的發展會還蠻 很辛苦的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在脫單之前先好好放個假 放鬆心情休息 就會有無限的可能性喔 就會有無限的可能會遇到 很適合你 你又非常喜歡的人 那就祝福你囉 希望你一切順心 我們看下一位 心裡對我是怎樣的想法 未來發展 謝謝你 好我們來看看 對方對你的想法是什麼 首先來看一下喔 好看起來 他其實之前對於 跟你之間互動或者 有任何的行動喔 都沒有什麼信心 好是說 可能他之前有過一些行動 譬如說約你出去啊 還是跟你互動這第一個解釋 那你沒有答應或者兩個人 時間喬不好 所以他就覺得跟你之間很難發展喔 那第二個解釋是說 你們是遠距離 所以就是他覺得很難發展 希望渺茫 好所以沒有什麼信心 那他會以一個 比較輕鬆或者說 介於朋友跟曖昧之間 就是維持一個剛剛好的 有分寸的方式跟你 互動或者表達對你的好感喜歡 然後他覺得兩個人有很多 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覺得你是一個很獨特的人 然後他想要維持一個平衡喔 就是 既有一些互動又不要有太 過多的 嗯 干涉或者帶給你困擾 大概是這樣的一種心情 然後想要跟你分享很多的東西 分享生活啊 分享感覺啊 分享感興趣的事物啊等等 希望兩個人有共同話題 共同興趣喔 然後接下來 嗯 看起來他還是會以一個這樣子的 進度 或者說這樣子的速度跟你 維持聯絡 或者繼續發展 看看 緩慢的發展 錢幣 試著 全贈三 然後他覺得如果有希望的話 就慢慢來囉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種心情 好那未來的發展會怎麼樣喔 看起來 第一個解釋喔 你們之中其中一方是還蠻怕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這樣子喔 就是很害怕 嗯 打破現狀 其中一方 或者其中一方還有在 嗯 懷念前任這樣子 這是一種 所以 對於愛情會有一點 怕怕的或者 只會想不會做太多行為 對於愛上的表態啊 或者 不太敢真的去談戀愛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能是你 可能是對方 如果說他總是給你一種感覺 是忽冷忽熱 那表示是他 我覺得看起來偏像是 關係中的男生喔 如果有男生的話 那如果說沒有男生的話 嗯 指的是 對這個關係猶豫的人 所以 如果你對關係沒有猶豫 指的就是他了 好 那他心裡為什麼會猶豫呢 除了 對過往 還沒有釋懷 原諒或者 嗯 嗯 懷念過去 還沒有放下 過去之外喔 除此之外 嗯 我覺得他很想要維持一個平衡耶 就是 兩個人關係的平衡 維持一個 類似是友誼 友情友誼 不要打破這個狀態 不要摔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關係中只有開心 沒有任何的 焦慮啊 改變啊 要求啊 期待 就大概是這樣的心態喔 好 以至於這個關係 未來會有一點停滯 停滯在一個 只有聯絡 或者 嗯 總是在一個開始階段 沒有什麼進展 對你來說沒有什麼進展喔 好 所以未來的發展 我覺得 對方是一個非常不浪漫的人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 不知道他葫蘆裡賣什麼藥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只會聊 嗯 生活中的 適合 適合玩樂 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 比較接地氣 生活化的內容 他會跟你聊這些 分享生活 可是他又不會讓你 太了解這個人喔 就你會了解他 早上 在幹嘛喔 晚上在 晚上在幹嘛 然後有什麼樣子的生活習慣等等 可是 他不會讓你了解太多 他內心真實的心情啊 感受啊 等等 那是因為他不想要碰觸 過去的傷痛 或者 他對愛情的恐懼 所以就算對你有好感 我覺得 可能是用行動表達出來的 或者 關心你的生活 關心你有沒有 需要什麼幫忙 或者需要什麼 金錢上的 支援啊 等等 就是他會比較偏向是這樣子 買禮物給你 請你吃飯 但是在言語上 你會感覺不出 他對你是有喜歡的 你會覺得 好像他對我跟 對朋友沒有什麼差別 好 未來發展大概是這樣子 以他的速度 緩慢的進展中 那他對你是有意思的喔 好 如果說你是一個忽冷忽熱的人 他會非常害怕你忽冷忽熱 如果說 你沒有忽冷忽熱 只是他的話 會讓你還蠻怕的 就是你會覺得 他可能是一個 玩咖 他可能對感情不認真 所以接下來 你會對這個人 有一點誤解 因為他 對感情的一種 不是很敢 行動的狀態 你會對他有一些誤解 你會誤解他不喜歡你 或者 他沒有要認真 他是一個不老實的人 其實他算是一個老實的人 但他很想要保護自己喔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看後面的還長遠的未來 這個關係 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呢 其實 有兩種解釋喔 第一個解釋是說 如果你已經知道 他是有伴侶的人的話 他可能真的有其他的曖昧對象 或交往對象 正在考慮中 或者還沒有跟前女友 完全結束 前女友 前男友 但 不只是這個解釋喔 因為前面還沒有看到太多 他對你的想法 有什麼負面的想法 他對你的想法有什麼負面的想法 你還蠻怕被欺騙的 就是你還蠻怕被 欺騙感情 被背叛喔 這另外一個解釋 你會懷疑這一個人 會欺騙你 背叛你 所以不見得他真的有對象 而是你會懷疑 然後你在感情中是一個 很有佔猶豫 或者 有些恐懼擔憂的人 所以 你會覺得他總是神神秘密 或者不知道是怎麼樣 但有可能他只是 話很少或者 就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不是一個很有話聊的人喔 很有話跟別人聊的人 他可能是一個 比較木納個性的人 然後如果你是女生的話喔 看起來這個關係 如果有女生 傾向是女生會選擇 算了 算了比較輕鬆 就結束比較輕鬆 我看起來是女生會擔心 自己會失望 或者 覺得 等太久了 好像只想曖昧 不想 有發展 而想要結束喔 好 所以未來的發展 看起來 看起來還蠻 一波三折的 那我們來對人問一下喔 你們兩個交往的機率 可以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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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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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這段關係是有機會 交往的 可是呢他真的不會非常快 因為 男生喔 其實很不希望自己的心情 受到感情的影響或者任何人的影響 所以會有一點我心我素 就有時候 拼命的接近你 有時候又突然間消失 這就是他的常態喔 這就是正常的他 因為他很容易被其他事物分心 譬如說有很多興趣的愛好啊 然後又有各種不同興趣的愛好 其他朋友所以 他其實還蠻享受這種 自由的狀態 或者他有一點不想被 束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其實要有什麼進展 還蠻困難的喔 你會覺得說好像就是沒有進展 或者 兩個人可能不適合吧 你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也的確不是一個在一起的好時機喔 現在 接下來 未來三到六個月 我覺得兩個人的關係 很有可能會有好的發展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看起來如果關係就有女生的話 女生 防備 防衛心還蠻重的 心防還蠻重的 所以會想要往後退喔 所以以長遠的未來來看 其實可能還早 還早喔 雖然對方對你還蠻有感覺的 但是他的感覺 不會常常表達出來 可能就是一些貼心的 小小的舉動細節會讓你感覺到 但是 他不會說 他也不會主動的追你 你只能感覺到 但是看不見他的 或者說聽不到他的一些 承諾 然後 以至於你會很想要黑白分明喔 然後往後退 所以關係會陷入一個停滯 跟 大家各自去想到底要的是什麼 這樣的狀況 好 我覺得看起來他是一個非常圖像 或水像的人 那就慢慢來囉 看起來是樂觀的 但 真的不會很快 因為對方會覺得 輕鬆的 朋友的關係也不錯 這樣的心態 然後他其實有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花一點時間 慢慢了解彼此喔 就是這是一個情感投資 想要確認 兩個人是適合的 或者相處起來是舒服的 再說 再慢慢投資 感情啊 金錢更多 更多 進去 時間 好 第一個解釋 兩個人都很害怕 被拋棄 被背叛 第二個解釋 是你特別怕 所以 你會很難去 原諒他的 消失或者 沒有報備這件事 那看起來他就是一個 會消失的人喔 所以 我覺得看起來 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不適合 這一點點不適合 但 他的狀態是有點在 摸索 或者說 找尋自我 認識自己的這個階段 也 也許 大家 就是 有一些 共同的 計畫 或是說 每天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是好的 兩個人可以一起去完成一個什麼樣子的目標 或者 一起做的 遊戲 等等 會比較好 固定什麼時候 聚一聚啊 或者 固定什麼時候 一起打電動啊 還是說 一起幹嘛 有一個 兩個人都可以參與的事情 會比較好 然後 其他的時間 大家就各自去 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以一個 輕鬆的心情 或者說 把對方當成 隊友的 方式 互動 對兩個人都好 遊戲中的隊友 好 然後 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其實 兩個人的 感情 感覺 會升溫喔 就是 你的心裡有他 他的心裡也有你 所以不用 太 急 或者不用擔心 你們之間 進展 有多慢 因為愛就是一種能量 然後你們之間 其實 會越來越靠近的 因為彼此心裡都還蠻想要靠近的 好 那這就是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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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解牌囉 希望你們 一切順利 好我們來看下一位 正緣 正緣何時能遇到小序 已經結束的愛喔 愛情 或者說你深深愛過的人 人 或者說你有付出很多戀愛的 有付出很多心力的 人 一直在你的心裡喔 讓你 就是很難去接受別人耶 很難去接受除了他以外的人 或者你總是會拿他做比較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不想要再 談失戀的戀愛 或者 蠻怕失敗的 你會想說 也許會失敗 那算了 或者 你不想談 阻礙太多的戀愛 好 所以這個人 可能跟你之間是有些阻礙的 然後這個人就是 跟你之間有很多的回憶 可能現在是朋友 或者未來會 有一些交集 朋友一樣的互動 看起來是 有考慮要不要結婚的人耶 以前有考慮過 或者訂婚過 或者結過婚的人 跟你結過婚的人 好 或者他最近離婚了 兩種解釋 你可以對應一下 有沒有這個人 然後是說 這有帶給你蠻多痛苦的 或者說有帶給你很多的 難過 沮喪 但 這是不得已的一個選擇 好 你也沒有太多選擇 這個關係就只能這樣子 那看起來你會在 比較年長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已經很年長 可能就只是現在 有多年長呢 有白頭髮的時候 明確了吧 好 就很多智慧的時候 有更多社會歷戀啊 或者更穩定的 各方面都很成熟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然後 你會說到一個消息喔 某個人 搬到你家附近了 或者有一些轉變 就是有一些 可以發展的機會 然後會通上電話 或者會有一些溝通喔 看起來是一個遠距離的人耶 然後跟你之間 很有希望穩定喔 很有希望穩定 而且是愛神再次把你們牽在了一起 所以我覺得你的正緣是已經認識的人 然後遠距離的人 認識很多年的人 那會多久呢 看起來你的正緣跟你之間要穩定下來 不會太久 但是也需要時間 譬如說一兩年 這樣算很久嗎 或者三四年 看起來是這樣喔 因為你看到樹就知道 應該不會太快 才能長出一棵樹 好還有什麼樣子的特質喔 可能算是一個個性還蠻強勢 或者蠻受歡迎的人 第一個解釋喔 他可能會在 譬如說來找你的時候 因為要隔離 所以在隔離期間聯絡你 那另外一個解釋是說 他是一個有野心的人 對自己有很高的期望 所以 我覺得一開始如果他真的來找你的話 姿態也還蠻高的 然後你會覺得他沒有按什麼好心眼 你會覺得他 就是一種模糊 曖昧模糊 感覺上很狡詐曖昧的人 曖昧的訊息或者 回答 但其實 是希望以一個輕鬆的方式來互動 輕鬆的方式 就是 再試試看 好 所以有什麼樣子的建議呢 是說 第一個解釋喔 你們兩個的個性還蠻 還蠻難以相容的 或者 你會覺得對方是一個有一點難相處的人 然後 然後跟這個對象 有新的開始 我覺得看起來是 你在你換工作的時候 所以 如果你現在沒有打算要換工作 就指的是 未來 等到你想要換工作的時候 會有一個新開始喔 好 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跟你實在是不適合 你還會有一個新的機會 是在你 放棄一個比較痛苦的工作 然後去從事一個 你夢想中的工作的時候 所以看起來 小叙你是有夢想的耶 然後你的 你在追求你夢想的這個過程中 你會遇到 還蠻適合你的人喔 但我覺得比較像第一個解釋 就是舊的人會回來 雖然我覺得是這樣啦 舊的人會在你換工作的時候回來 然後可能是好幾年的時候 十年以內啦 好幾年 之後 我們不要就是說太死好了 未來半年到 五年 未來半年到五年 但我覺得應該不會到五年 你可能跟這個人已經糾纏五年 或者說好幾年了 好那就祝你 趕快遇到你的正緣 然後萬事俱備天時地利人和囉 我們來看下一位 他會在我今年生日前提出交往嗎 JJ JJ 滲入喔 滲入 看起來 呃 不太會喔 不太會 第一個解釋是說 你們之間其實有蠻多 爭執或者 和不來的地方 這第一個解釋喔 第二個解釋是說 對方對於承諾這件事情 交往這件事情 會覺得 是不太愉快的記憶 就是從他 談戀愛 談過戀愛之後 或者說盡力幾次分手之後 他其實覺得 希望 就是 當他自己 他會覺得 戀愛是一件痛苦的 往事 所以我覺得 他其實慢慢在 讓他的 過去 過去 好 然後對於你們之間 其實他現在沒有想太多 他比較想要 做他自己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或者 去達到他 心目中的成功喔 特別是工作 他覺得他努力了很久 他很想要有一個 新的突破跟開始 所以看起來 他專注在 在 事業上 比較多耶 就是沒有想太多 對感情沒有想太多 所以 看起來是 不會 好 不會 如果 如果 你覺得他現在很穩定的話 其實他有 隱瞞一些事情喔 他有隱瞞 其實他沒有那麼穩定 或者其實他有 隱瞞說他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 然後他想要賺更多 從錢幣四到錢幣九 他想要當一個 自己覺得走路都有風的人 聖杯 所以他對感情其實是還蠻 往後退的一個心態 就是 沒有太多的心力或熱情不在這邊 熱情在工作上 熱情在做自己上面 好 那還是希望JJ 生日快樂 今年生日快樂 然後不管有沒有脫單 都祝你開開心心 健康平安心 享世成囉 我們來看下一位 想問 與前任千 有機會複聯嗎 我需要主動嗎 複聯後的未來發展 謝謝 Emily Emily 滲入 滲入 真的滲入 好 如果你有準備要聽壞消息的話 你可以聽下去 但如果說你覺得你不想聽壞消息 建議你不要再聽下去 好 是說 是否還會複聯嗎 看起來會 很長時間就跟現在差不多耶 斷聯 長時間的斷聯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 還蠻受歡迎的人 所以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其實他 覺得 讓兩個人之間的 回憶 就是慢慢 慢慢放開 我只把它當做一個 旅程 然後旅程結束了 旅行結束了 就好 這樣比較輕鬆喔 好 所以 可不可以恢復聯絡 我覺得看起來希望不大 那如果說你想要 跟他有更多的 溝通 主動的話 牌面上是說 他不會給出回應耶 或者說很久才回答 很久才 回應 譬如說先已讀不回 或很久不讀不回 一個禮拜之後他才回應之類的 讓人很不舒服 讓人很不開心 焦慮 不爽 所以 如果說真的有 恢復聯絡的話 雖然覺得機率不高 就你主動然後有聯絡 有回應的話 等一陣子有回應的話 未來的發展是 你會選擇放生他喔 因為你會覺得他很自私 或者你覺得他是一個 很可惡的人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對於你們之間的 過往 其實你會覺得他是一個 他可能有欺騙 你的心情是這樣 或你覺得他有跟別人曖昧 好所以 看起來未來的發展就是 沒有發展 或者說就慢慢 漸行漸遠 慢慢淡掉疏遠了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他算是一個還蠻受歡迎的人 其實不一定他是非常花心的人喔 是說他還蠻 就是喜歡被喜歡 喜歡被崇拜 倒不是真的會 可能並不是真的很喜歡劈腿 而是他就喜歡被喜歡被欣賞 然後他喜歡那種成功的感覺 或者高高在上的感覺 被追求的感覺 所以 排面上看 其實 如果你是因為他很受歡迎 他工作的原因的話 那就 真的是不太適合喔 雖然他 我覺得看起來並不是劈腿 但如果說你真的已經有證據他劈腿的話 那真的就放棄算了 可能他很喜歡跟別人曖昧聊聊天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下一位囉 希望Emily 早日遇到自己喜歡又是對的人的人 幸福快樂 或者單身也幸福快樂 好那這就是 4月的小個占抽獎的部分囉 感謝大家的熱烈參與 謝謝大家 那就祝大家一切順心 健康平安囉 請大家外出小心 小心防護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謝謝大家